美国时事通,我是罗文 今天是8月30号星期天,您好吗? 我希望您今天有愉快的一天 那美国的骚乱又因为这个Jacob Blake的事件引起了 我上次播报的时候说错了 说这个又有一个黑人致死的案件 其实他没有死 我不知道为什么说成致死了 抱歉 他没有死 但是可能会永久性的瘫痪了 所以这个事在美国又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那当然正反的都有说 那有一方面就说 这个人也是一个惯犯 有媒体就翻出他以前的劣迹 就是说他以前性侵他女朋友 他女朋友都告诉警察局了什么的 然后他女朋友说的声泪居下 跟警察都说不下去了 我现在就描述了 因为他的这些做法确实是让人非常的感觉到 你可以说是恶心 或者感觉到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他女朋友对这个警察的控诉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你们可以自己去找文章来看一下 这个女朋友也指责他说他自己没有车 然后他闯进他公寓 偷窃了这个女朋友的车钥匙和车什么的 所以这是一方面说他是一个性侵犯 然后那另外一方面就有人说 他就是无辜的 他就是要劝架 结果被警察无辜的打死了 那实际上我上次解释过 我上次可能也有一个错误的地方 我之前看到媒体说就是他说他回车里去拿枪 有网友就质疑我说这个谁说他去拿枪 他根本就没有枪 他确实是没有枪 他说他回车里去拿枪呢 我不知道是报纸报道错了 还是说我理解错了 那有可能他说的是他回车里去拿武器 因为我看到的新闻 现在的update就出来更多 就说有警官表示他之前手里是拿着刀的 然后那当然他自己的律师就说他没有持有武器 但是警方在他驾驶座的这个地上有发现一把刀 但是警察工会的这个发言人就说 其实他是拿着武器的 他并不是手无寸铁的这个人 他拿着武器的 而且他这个跟警察搏斗的时候 警察用电击棒电击了他两次都不能制服他 那我也看到视频他在跟警察扭打 另外一个路人也说他本身就在跟警察扭打 而且他把其中一个警察 就是两个警察试图制服他 其中有一个警察 他把这个警察headlock headlock就是把你的这个头用手这样 呃 估住你的头 这样其实也很危险嘛 其实上次我们说守猴 好像是纽约还有很多地方的这个警方 不让这个警察用这个守猴这一招 索警或者是守猴就是压他的脖子这一招 因为很容易使他们窒息嘛 这个是弗洛伊德案 就是有很多人就认为他是这个守猴窒息而死的嘛 但是这个Jacob Blake 他其实就对警察使用了这个headlock 估住警方的脖子 所以其实这是特别危险的一个事情 而且这两个人就是用电击棒电击了 他两次他都逃脱了 而且那警方的发言人也说他手里拿着刀 如果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我不知道当时还有什么更危险的情况 导致这个警察判断他危险 所以向他开了枪 那很多人就说开七枪是不对的 你要这个制服他开一枪就行了 对吧 有的人就说那开七枪跟开一枪有什么区别 这么近的距离 对不对 那如果一个电击棒电击了 他两次都制服不了他 然后他又对警察去这个锁头 那不是警察也是置于很危险的地步吗 那警察也要自卫什么的 就是说什么的都有 现在因为目前的状况还没有最后出来 所以我觉得其实并不能做一个特别好的判断 那很多人就指责我说 那你这个就是偏心 连川普都觉得这个他们不对或者什么的 就算是川普或者任何人说了什么样的话 也不代表我也就得认同他们说的话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是我们要看事实 在事实没有出来之前 我觉得都没有必要发表任何太多的意见 这是第一 第二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弗洛伊德案 我在前天的时候看到一个新的报告 Fox News就显示说 其实在这个当地的这个 厌尸官他就说了 他说其实在这个弗洛伊德的身体里 验出了这个过量的芬太尼 其实这个我早就知道了 而且我在之前的第一个播报里都已经播报过了 他身体里有过量的芬太尼 所以第一次警方的验尸报告 并没有认为说是因为是警察导致他这个致死的 而且在他被警察压下去之前 他就一直在说I cannot breathe 那个是连警察都没有估住他的脖子 或者都没有把他压在身体上的时候 他已经在说I can't breathe 我不能呼吸 然后当警察要他进车的时候 他也说我不能进去 我进去的话我就会死的 他这么说的 所以当时警方就问了他说 你是不是嗑药了或者怎么的 他当时说没有 那所以从这个状况来说 他当时生理肯定是有毒品的 但这个其实我在之前的报告中都报告过 但是被很多人忽略了 然后第二次 所以第一次的私检报告 警方就说很可能是其他的原因致死 可能是过量毒品 或者什么其他的综合原因致死 但是第二份报告当然是他家请的人 做的这个验尸报告就证明说 是因为他所猴自息而死什么的 那但是前几天的这个Fox News的这篇 对这个验尸官的采访 他就说得很明白 他说弗洛伊德的身上验出了 过量的分泰泥 如果这个分泰泥 假设没有任何其他状况的时候 如果一个人有这么大量的分泰泥 在他身上 如果他死在房间里 我肯定会毫不犹豫地说 他就是毒品过量致死的 overdose致死的 所以很多人就说 那这个验尸警官就是特别的倒霉 假设他当时没有这么去压他 说不定指不定他也就死了的 结果他这么一压 看起来很残酷 好像就变成他杀死他什么的 当然也有人说 本来就是他致死 那他身体里有过量的毒品 并不意味着他就当时就会死 或者他就该死 我觉得说什么的都有吧 但是在没有最后结果出来之前 我觉得根本就不能做一个判断 所以这是为什么要有公诉人会起诉 然后要评审团去判案的原因 当然你可以有自己的想法或者结论 但是我觉得你如果要强加给别人 其实也是不合适的 那由此而引起的这么大规模的 这个烧杀抢就更不应该了 这就是我想说的一个主题 全国现在又兴起了这么大规模的 示威游行之后就有烧杀抢掠 昨天我也报到一个17岁的孩子 他不是拿着一个步枪射杀了两个追赶他的这个示威者 另外一个受伤了吗 然后这个是也在全国引起了鲜然的大波 这个为什么他是持枪了呢 因为当时我还觉得挺疑惑的 其实是他是为了保护这个 Kennoshia的这个市民 就是Kennoshia现在因为示威游行家暴乱 特别的乱 很多烧杀抢劫 大家都人人自威嘛 他那就和另外的几个人一起组成了一个自卫团吧 救生团那他们的目的就是持枪去保护这些加油站 或者保护这个修车行 保护这个很多的这个平民商家的 这个17岁的少年叫Keyer Rittenhouse 我看到了一份他的这个律师写来的一个公开信 因为他现在被告了嘛 就是说意思是他射杀了别人 我其实当时我看到的录像就是别人追他 然后踢他的头 然后要抢他的枪 然后他吵他们开枪 然后打死了两个 然后有一个受伤了 这个后边的人群就退了 然后他马上自己就举起了双手 一个枪挂在脖子上 朝附近的警察走过去 他要自首什么的 我就觉得这肯定不是一个坏人嘛 如果是坏人 杀了人肯定就跑了嘛 所以他马上就缴械自首了 然后我又研究了一下这个所有的案情 然后我看到他律师写了这么一封信 他信里就很详细的描述到底怎么回事 他说Canosio 因为Jacob Blake的案件之后 一夜之间这个男孩子 Keyer Rittenhouse 一夜醒来就发现自己身处全国风暴的中心 而且也被控谋杀 完全是因为他在这个Canosia的时候 遭到一群残暴很多 可以说是致命的暴民的袭击之后 不得不自卫而引起的 然后这个律师信就详细的描述了当时的经过 他就说8月25号的晚上 Canosia的市长 还有这个Visconsi州的州长 都不能很好的保护公民的权利 到处都有建筑物焚烧 还有打砸墙 很多商家遭到了抢劫 各种涂鸦 Keyer就想帮忙 所以他当了当地社区的一个救生员 他下班之后 他就帮忙清扫 还有清洁涂鸦这一些 然后帮助保护当地的治安 当天他就和一个朋友去当地的高中 去帮助心理涂鸦 当天晚上他就收到一个业主打来的一个求助电话 市区的这个汽车经销商都遭到了这个暴民的摧毁 他们需要这个找人帮忙 保护自己最后剩下的那么一点财产 包括附近的两个修车铺 然后他接到电话之后 因为最近这个打砸墙 这个非常暴力嘛 所以他跟他的朋友就拿起了步枪 就赶往了这个修车铺 然后律师还说 这些武器都是威斯康星州的 从来没有越过州界 越过州界就算是违法的嘛 然后他们到了之后 他们就在这个修车铺那里站岗 防止这个破坏 所以其实这个时候站岗的时候 他就被人盯上了 其实当天晚上八点之后 警察的这个宵禁就已经无效了 所以他们就开始驱赶人群了 他们就把一些人群就从这个街面上 赶到了这个车铺的门口了 然后这个持枪保护这个车铺的孩子 就遭到了很多谩骂和侮辱 不过他们当时就并没有应对 他们当时的目的就不是暴力冲突嘛 他们就是为了保护别人的财产 所以他们都对这些人的这个叫骂和威胁 他们都没有予以反应 这一群人被赶到车铺门口之后呢 又被赶走了 所以当时凯尔还觉得就没有什么危险了 但是他就特别担心附近的加油站的这些伤员嘛 这些伤员其实有一些是示威者 有一些也就是被抢劫的人 所以他就拎着急救包过去这个帮他们 然后搜寻了受伤人员啊 提供了紧急救助 等他要返回的时候 他才发现警察又推进了他们的这个防线 所以他就没有办法返回他这个原来保护的这个修车铺了 那警察就说你不能回去 所以他又退回到加油站 那继续在那里待着 然后他又听到说另外一个修车铺 我收到了直接的威胁 然后那里也没有警察 然后他就走向了第二个修车铺 他走向第二个修车铺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伙报名 然后他们就认出来 他是前面那个修车铺持枪保卫店铺的人 他们就开始追赶他 大批暴徒追赶他的时候 然后后边就传来了这个枪声 然后有人已经追上他了 就试图夺他的枪 所以为了保护自己 他就反手给了一枪 然后这个人受伤了 他就试图去救助他 就看到他有没有危险 他很担心他 结果另外的暴徒就全部都抢上来要围攻他 所以这个时候他就不得不又开始跑 他跑的时候 另外有一个人就从侧面这个袭击了他 然后把他撂倒在地 他们就开始踢他呀 试图抢他的枪 所以他就朝最近的攻击者开了几枪 然后有两个人被击中了 其中被击中的人中 有一个人是携带武器的 他开了这么几枪之后 有死伤之后 然后这些人才试图的这个讨散 然后他就举起手去跟警察自首 其实警察就在他不远的地方 律师就说他试图联系多名的警察 他们更关注的就是受伤的这个袭击者 一个律师信函里就说他凯尔没有做出任何事 他行使了上帝赋予的宪法赋予的 普通法和成文法都赋予的自卫权 他在他去警局自首的时候 还是在这个路上自首的时候 他都特别配合警方的行为 为了安抚目前撕裂美国的分裂和破坏势力 肯罗尔西亚的检察官并没有对事件进行任何有意义的分析 也并没有对已有的视频进行深入的审查 这些视频中有一些这个政府的关键证人根本就不在现场 这根本就不是一个认真的调查 相反他们在得知凯尔具有保守派的这个观点之后 他们立即把他锁定成为一个便利的靶子 并将他作为替罪羊 以转移他们对Jacob Blake枪击事件 以及政府为确保公民基本法律和秩序的绝对失败的注意力 在26到34小时内他被控以多项谋杀罪 威斯康星州多位顶级的刑事辩护律师都表示愿意代理凯尔的这个案件 然后今天他的这个律师团就和公社辩护律师合作 成功的把他的引渡听证会延期了几个星期 直到9月25号 这至少部分的延缓了政府和媒体基于定性的草率 政府和媒体已经下定决心要疯狂污蔑他的人格 并且毁掉他的一生 公开信还说凯尔 他的家人还有他的律师团队一定会奉陪到底 我们会把此案推向庭审 并且由陪审团根据正当防卫把凯尔无罪释放 他的这个诉讼费用会由一个 hashtag Fight Back Foundation Inc.捐赠 律师团也赞扬了凯尔的坚强和韧性 他说在美国不应该需要一个17岁的孩子 拿起武器来保护生命和财产 那是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职责 但是他们失败了以至于守法公民无法选择 只能保护自己的社区 就像1775年列克辛敦和康克德的祖先一样 凯尔不是种族分子也不是白人至上主义者 他是一个勇敢的爱国的富有同情心和守法的美国公民 他热爱自己的国家和社区 他没有做错任何事 他保护了自己这是上帝赋予所有美国人民 并受到法律保护的基本权利 现在他正处于政府机构的准心之下 而他们的力量要强大得多 但是凯尔将勇敢地面对他们 不仅为自己而战 更是为所有的美国人和宪法而战 我们永远不会离开他的身边 直到胜利那一天 这就是这个律师性的内容 不管正义在哪一方 你可以示威游行 践行你的第一修正案 但是你打砸墙进行纵火是不对的 那媒体的倾向也是特别明显的 我看CNN的报道也引起了大家的愤怒 CNN它有一个画面 就是有一个黑人的记者 在报道这个火光冲天的Kennoshia 这背后都是大火 然后他在报道 然后他说大火焚烧的这个和平的抗议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大家都觉得这种暴走非常的别扭 这还是和平的 都已经烧成那个样子了 他还可以面不改色 心不跳的说这是和平的 示威游戏 在星期四共和党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天 川普发完言之后 参议员Rand Powell和他的太太 发完言走出会场的时候 就遭到了上百人的攻击 警察组成了人墙拦着他们 这个攻击的人群非常的可怕 有的警察都基本上被推倒在地 那如果没有警察的这个保卫的话 你可以想象到这个Rand Powell和他的太太 会有怎么样可怕的事情发生 很可能会发生命案都有可能 警察都被推倒了 这些暴徒简直是无法无天到什么样的地步 他们说这个川普的支持者 或者川普是hater是仇恨者 实际上他们才是满怀仇恨和敌意的人 你可以示威 难道一个参议员都不能践行他的宪法第一修正案了吗 然后你可以看得到在这个白宫外 这些示威者在外边示威 你想反对没有问题 可是他们你看 这些示威者都带来了断头台 而且带来了川普的一个人偶 然后用断头台这个斩掉了川普的这个头 你可以想到他们的仇恨是多么的大 也是多么的可怕 到底谁才是仇恨者呢 似乎是没有任何的左派希望把这样的事情停下来 我看到媒体对拜登的副总统候选人 Kamala Harris的采访 Kamala Harris就说这样的活动 这是一个movement 是一个运动 我们要把它持续下去直到大选前 甚至到大选后 我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 这就是他心目中的美国吗 这就是他的计划中的美国的方向吗 OK 这是今天的播报 我希望您喜欢 如果您喜欢的话 请订阅点赞留言转发 感谢您的收看 加油